怎么把老舅逼疯的只有范志逸 在某综艺上 保识老舅带来经典歌曲野狼迪斯科 本以为会很容易通过 哪知想范志逸不解没听过 还以为这不是中文歌 好不容易开场 范志逸不再吊上的大背头BB机 直接打乱所有人节奏 连续多次失误 让老舅直接崩溃疯狂吐槽 我半年之内不想唱那首歌 我唱特我要吐了真的 一首歌吃一辈子这种感觉 我没体验过 可随之而来却是土味恶俗 甚至还陷入抄袭风波 野狼迪斯科爆火后 芬兰某位音乐人晒相关证据 称自己是野狼迪斯科原曲作者 并表明曲子可以免费赠予网友 但不能作为商业用途 老舅听到歌曲后 直接作词作曲写上自己的名字 还借此大赚一笔 严重侵犯自己的版权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 整天只会唱野狼 还是抄袭的歌 幻运他真的倒退了 面对争议 老舅只能站出回应 深述购买记录 表明自己买了伴奏 是我当时购买伴奏的付款记录 这是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名字 然后我的邮箱 这是我的付款记录 我付了他99美元 甚至还在某节目上调侃 野狼确实是自己写的 但现在也不能确定歌 到底属不属于我 这歌吧 确实是我创作的 可以 是啊 很多人呢 都不知道这个事 我现在也不知道 这歌到底属不属于我了 不过我敢肯定一个事啊 它更不属于陈伟廷 最后宣布将野狼迪斯科 版权所有收益 捐赠给武汉的医护人员 并用三天时间 将岳飞的满江红 诗经大风歌写入歌中 来鼓舞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 但老旧最牛的代表作 根本不是野狼迪斯科 而是写给凤凰传奇的山河图 谁能想到 让增益成为地上说唱黄的歌 是保持老旧写的 带到大众面前 但让全场观众震惊的是 老旧以凤凰 此时终人才明白 问问增益是什么梗 不同于其他rapper没有逻辑 随着押韵而押韵 牵制还有些粗俗的歌词 老旧用短短几句词 将祖国的壮阔山河 描写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 他让凌花体验了唱几句词 分走一半钱的快乐 自从上了山河图 增益不由得发问 什么时候才能继续摸云摆烂 什么机会来了 当老旧与凤凰传奇 一同登上央视 只得将增益为数不多的词 想完了 为了弥补增益受伤的小心灵 老旧再次为凤凰传奇送上 豪情万丈又充满古风的过山 让大家看到 原来李白不仅能写诗 还能狗摇滚 不过老旧你这是真的想弥补增益吗 这次比之前十首歌的词都多 不加钱可不行 而老旧的歌不仅有古风 还有东北百年拼搏的故事 所那二人人专爱与说唱结合 唱出东北人的骄傲 新老旧的rap比那种丧话连篇 应押韵的不要太多 这种有深意的说唱 也让老旧成为央视场合 将说唱再次带到大众里 火央视力挺的他 更是用一首 你也是个rapper 第一次整个说唱圈乱想 干第一次整个说唱圈的人 除了老旧大概也没谁 去年老旧用你也是个rapper 进行无差别攻击 一方而复乱在背后告密 让众们说唱出了如今这种风气 都不强道义跟互相叛递 他如果能飘迈不出去就预告你 19年某万座头发事件 慧慧洋洋一度被人扒出 其写过很多侮辱女性的歌 一样是亲自下场 将说唱再次拍回地下 老旧只能写歌保下收唱圈 就插念身份证 情不帮出当晚 某万发动态表明 我不信 除非他指名道谢 而自称第一女rapper的VVA 代表作只有我的建议 还为丁泰生怼写字空洞 觉得老旧当场回怼 但攻击最狠的还是 某位需要踩缝纫机很多年的rapper 尤其是那句门票差不多700 就以为能挣几个亿 更是用来第四江云声 可因这两句疑似被消音 观众听不清歌词 干得不到其中意义 导致老旧大部分输给周延 可他丝毫不在意 只是单单为大家送上祝福 恭喜你是个rapper 本身用年轻的斗尾 致敬偶像 告诉大家 只有小年轻 才会搞什么摇鬼车唱圈 当别人直言老旧 难道就不怕得罪人 就像当初的刀狼一样 只能坐幕后吗 老旧会告诉你 在野狼和正罗神曲之前 永远有一个世人总宝石 坐幕后也能让自己很开心 毕竟龙门客栈 也是魏冲鸣之前所写的歌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感谢玩家 是